今天的依资个股推介是梦牛2319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说 早选选原因是中国与製品市场之中 梦牛市场份额第二略低于易利 但梦牛凭借着产品高端化 在无利率方面领先易利 澎银国际就说 梦牛对于产品高端化的推进 令公司在内地与製品行业之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液态奶市场之中 梦牛销量和市场份额在过去几年持续提升 和伊利的差距逐渐缩续 在液态奶高端化方面 梦牛是市场先行者 早在2005年 梦牛推出高端常温白奶品牌特伦苏 并得到消费者欢迎 2021年特伦苏销售额增长11.3% 高过梦牛其他常温白奶的产品 有助它的产品结构转一步优化 其他产品方面 除了梦牛在常温酸奶和伊利有比较大的差距之外 在低温酸奶和鱼饮料领域 梦牛的高端产品相对领先伊利 横银国际认为 梦牛未来产品结构会进一步升级 从而推动公司平均售价的销售单价和务利率提升 比较梦牛和伊利的务利率 梦牛至2019年开始超越伊利 2021年是36.7% 高于伊利的35.9% 梦牛股价昨日掉0.1%报36.2% 为此之前的建议可以35元以下收集 上网7月高为大约40元 进行